好這裡是個雕像 這雕像怎麼了呢 有沒有發現到它這個地方顏色不太一樣 為什麼 看起來非常有趣 甚至有點噁心嗎 我也不知道 大家好我是Paul 最後一道周五英文一起讀 這個雕像 好我們就直接來看故事 我的標題是不要侵犯雕像 真的被侵犯嗎 Yeah somewhat 好那前面的部分大概就算了 因為他講名字 他就1984年死掉的一個人這樣子 好那他的名字叫Noir 我有沒有唸錯我不曉得 N-O-I-R 因為是法文字 I don't know 來 是不是法文啊 我都不確定 好但無所謂 大概不是重點 So he is perhaps more famous for his death and grave than work 所以他比較有名的呢 大概就是他死亡跟他的這個墳墓 比起他的工作作品這樣子 比起他的畢生的這個努力這樣子 So he is perhaps more famous for his death and grave 這個grave就是墳墓這樣子 Then his work He was a journalist who was shot dead 所以他本來是一個記者 然後就是被射殺死掉的這樣子 Probably on the job 可能是工作的時候吧 The grave consists of a full-sized bronze statue of the man Lying down as he had just been shot 所以這個grave呢 他們做出來的這個墳墓 就是有這麼一個全尺寸的 所以這裡有full-sized的意思就是 總之他多大就做多大這樣子 百分之百的這樣子 不像 有時候買模型之類 他可能是I don't know 這個10% size 2% size之類的 再來是一個full-sized bronze statue 所以是青銅做的 所以我們把這個bronze這個字 理解為就是青銅這樣子 好然後他就躺在那裡 就好像彷彿他剛被射殺一樣 Lying down as if he had just been shot 所以這個lie down 就躺下來 那你可能會想說 那趴下怎麼說 趴有一個詞叫prone so if you're in a prone position 就是你是趴臥著這樣子 但還有一個就是lie on your stomach 所以還是一樣是lie 那要不要加down 那不是重點 因為down就往下 可是你若是面朝下 也就是肚子接觸地上 所以就是on your stomach ok好 所以這個 那你說 那真的躺下 能不能加一個on your back 可以啊 you lie down on your back or you lie down on your stomach 這樣子 ok 所以可以 所以這裡是可以加這個背後的 就是如果你要的話 好anyway 所以彷彿就躺下來 不是彷彿 彷彿他剛被射殺一樣 他躺在那邊 所以雕像長的樣子是這樣 結果呢 這個雕像就變成了一個fertility tool 那什麼是fertility 就是生育的 ok 這個再可以變成這樣的形容詞 T-I-L-E結尾 你把它唸成fertile 或者fertile 大概都可以 ok 那名詞fertility 所以這個statue 變成了一個fertility symbol 故事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故事這麼說的 要是你去親這個statue 親這個statue 親他的嘴唇上 kiss the statue on the lips 所以這個概念就是 kiss something on 什麼地方 或者我們這樣 我們說 假設你今天說 你打我的手臂 so you 不是說you hit my arm 是you hit me on my arm 甚至可以是階級詞 是in 不見得是on這樣子 打你的頭 I hit you in the head 也是一樣 所以你kiss的售詞不是他的lips kiss的售詞是statue kiss在哪裡 on the lips 所以這個觀念有點重要 ok 好 你如果去親他的嘴唇 leave a flower in Victor's head 然後還留了一個花 放在哪裡 放在他的帽子裡面 似乎是在這裡吧 可能是 看不太出來帽子在哪 好像不是重點 來 然後再來 enrupt the genital area 然後幹嘛呢 去摸一摸他的生殖器的地方 所以genital這個字是生殖器這樣子 ok 那你就會發現呢 你的生育力變好 你的這個 我講生育力變好 大概也沒有錯 總之女生就比較容易懷孕 enhanced fertility 或許男生也可以這麼說啦 因為fertility的概念 對男生也是一樣 這個字是兩性共用的 那像例如說你如果去結紗 結紗的話你就是infertile這樣子 你就沒有辦法給人生育了這樣子 而且你的姓氏會變棒 a great sex life 或者呢 你會在一年內找到老公 所以or husband within one year 好聽起來很屌 那結果 他的嘴巴 嘴唇 因為會被親 以及他的褲管 褲子 trouser這個部分 那他有點小小的凸起 那這邊很明顯的確是 他有把他的雞雞做出來 ok 那那個凸起用的字叫做bulge ok so the lips and trousers bulge on the grave are noticeably shiny from people kissing and rubbing them 所以那邊就被磨亮了 ok 所以可以很令人注意到很明顯的 明顯這邊用的是noticeably ok noticeable shiny 亮亮的 因為人要清跟磨這樣子 結果到了2004年的時候 也就是大概20年前 In 2004 A fence was built around the grave to prevent women from touching the statue 所以他們就蓋了一個圍欄把它圍起來 就讓女生不要再摸了 But after many protests It was taken down 但是卻被人家抱怨了 不可以啊 我沒有摸啊 結果那個 fence又被拆掉了 所以到底是有多麼的期望自己 能夠得到他的保佑跟祝福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張 照片跟這個 可能應該是真正還存在的一個雕像 我覺得太有趣了 太好玩了 好 短短的故事 但是我希望你喜歡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